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触点的供电底座 这是一个带线位的NATO扩展臂 还有一个握感非常舒适的手臂 它同时也可以用在RS2的提壶扩展键上面 接下来进行双手持的安装 第一步我们先将扩展臂滑入到NATO 在滑入同时注意线位柱要落入的线位孔 并锁紧它 这个螺丝是一个可调手柄螺丝 当它的方向会阻碍你的时候你可以进行调整 第二步安装我们舒适的手柄 这个手柄上有一个带定位的四分之一螺丝 我们找到扩展臂的最后一个螺丝孔 对准并拧紧它 接下来我们把稳定器安装到底座上 并锁紧这个旋钮 然后安装电池手柄 安装前我们现在把这个固定螺丝先松开 然后将电池插入 并锁紧它 同时我们在供电底座的底部 设计了两个四分之一扩展孔 用来安装小三脚架 便于在特殊场景的放置 我们将稳定器的轴向锁定打开 开机 这样供电双手持的安装就完成了 为了满足不同的拍摄需求 供电双手持还提供了两种不同功能的手柄可供选择 当拍摄时您需要对构图及焦点进行控制 您可以搭配这款控制手柄 首先我们拧一下提湖手柄 然后对手柄的扩展键进行安装 我们先安装这个拉头适配器 安装前要注意纤维柱和纤维孔要对准 然后再拧紧螺纹 然后松开这个螺丝 滑入到拉头滑槽 并锁紧 接下来安装无线接收盒 先松开锁紧结构 然后将无线接收盒卡入拉头滑槽 确认触点对准后 锁紧 然后接通稳定器和控制手柄的电源 接下来无线控制手柄和接收盒的配对 3G开关机键进入无线设置 按M键进行确认 进入EZ模式 再确认 这个时候进行搜索 搜索的同时 双击接收盒 当搜索为1的时候 按确认键进入配对 配对成功会退出到EZ模式 这个时候可以按下开关机键 退出到主菜单 配对成功它会由红灯变成绿灯 这个时候配对成功 通过跟胶轮可以控制胶点 如果拍摄时同时需要变胶 那您可以选择我们原力系列双根胶手柄 那更换时只需要松开旋钮 同样对准线位柱 将它锁紧即可 在我们供电双手持的右臂 它带有一个5PIN的外接接口 它可以安装我们的VCO供电 以及安东口供电 还可以安装我们的供电输出模块 那我们先来演示一下VCO供电的安装 先拧下这4颗螺丝 然后取出这个下底板 然后将底板对准纤维槽往上卡路 确认供电板的纤维柱和纤维槽在同一侧 然后对准后 锁紧 安装了外接供电之后 可以让设备有更长的续航时间 可以搭载更多的外接设备 来应付更高强度的拍摄 如果你使用的是安东口电池 你可以搭配这款安东口供电 它的安装方式跟VCO供电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安装输出供电模块 取出这个下底板 往上卡路 然后对准这4颗螺丝 锁紧 这个输出供电盒它配备了一个5V USB输出 以及一个14.8V的D-type输出 那在盒子的上方有两个冷靴口 一个四分之一定位螺丝孔 以及一个八分之三的定位螺丝孔 那通过这些扩展口 我们可以用来安装这种LED的补光灯 以及可以用来安装手机用来监看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输出供电口 来增加手机的一个续航能力 除了刚才的安装方式 我们还可以把纳头扩展臂 直接安装在R12机身的两侧 做一个辅助臂来使用 同时可以将手机安装在 扩展臂的冷靴口上面 进行一个监看 如果您在使用中 解锁了新的安装方式 也欢迎您与我们一起分享 供电双手持以及配件的安装和使用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